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 一路走人两人都是填分潮标 满满着实案 面对自己的新身份 学民觉得 现在还不太有实感当爸爸 问了身边的朋友 大家都是要见到宝宝才会有感觉 我可能也是那样吧 我现在正怀抱着幸福的心 等着跟宝宝见面的那一天 现在的心情就是很感激 很开心 成为爸爸是一份非常大的祝福 对于成为爸爸后的心情 虽然此前就做好了准备 但还是觉得心砰砰直跳 非常非常的激动 心情激动 开心 焦虑 还是复杂 即便如此 学民也是努力调整好心态 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营造幸福生活 会加倍疼爱自己的爱人 去努力学习当好爸爸 成为新手准发 难免会有一些焦虑 正如宣宾所说 加倍疼爱爱人 努力做好准备 可以更快地适应角色 戏外是藤原的体贴老公 戏里的宣宾更是圈粉无数的韩剧男神 初到18年却依然霸占韩国顶流之位的宣宾 到底是靠什么成功了呢 在他的成长经历中 我们可以窥见一二 宣宾本名金太平 1982年9月25日出生于韩国首尔特别式 韩国男演员 他给人的感觉总是气质如雅的绅士 想必这一切与他的原生家庭分不开 前面出生于书乡世家 父亲与母亲和家族长辈都是教师 而这样的家庭也培养了他温暖又善良的病情 高中的时候因为前辈介绍而进入戏剧班 于是他开始有了成为演员的梦想 那时父亲希望他就读警察大学 所以他常常瞒着父母参加戏剧班的活动 因此他的演戏之路也是遭到父母强烈反对 但是最终疼爱儿子的父亲还是退了一步 父亲与宣斌约定 只要他考上韩国中央大学戏剧系 就不再阻止他当演员 要知道中央大学戏剧系在韩国非常有名 对分数和表演的要求非常高 为了梦想宣斌一边努力学习文化课知识 一边在闲暇之余和同学进行话剧演练 两年后宣斌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考上了 虽然过程很辛苦 但因离梦想更进了一步 他还是很兴奋的 宣斌对于学习表演很执着很投入 大学里排练戏剧期间 每天除了排练还是排练 机缘巧合下 选宾被星汉发掘 并受邀参加了电影《三位的试镜》 但事实无常 虽然全身心投入 但因剧组经费的原因 最终该聘还是遗憾停牌了 直到2003年秋 有人无意将他的照片放到了网上 由于五官精致 如林家男好感青涩 选宾迅速在网上走红 之后 选宾作为配角出演了 MBC校园情景剧《No Stop 4》 KBS电视剧《保镖》 演技完美的身材 又引起不小的轰动 但让选宾迅速窜红的作品 还是2004年MBC电视剧《爱尔兰》 这种他饰演的拥有英俊的外表 《沉默寡言的江国》 凭借这一角色 他获得MBC演技大赏最佳男新人奖 不足一个月 选宾粉丝网站一天就注册会员人数 即增到千人以上 几乎一夜之间 选宾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新星 知人图报的玄冰 接下来的作品 再次选择了MBC电视剧《我叫金三顺》 剧中他饰演富二代玄振轩一角 有一个镜头是玄振轩弹钢琴的戏份 就为这一场戏 玄冰请教老师苦苦练习了两个月的钢琴 他真的是一个 会为了每个镜头付出百分百努力的演员 最终该剧更是创下了50.5%的超高收视率 因在剧中优秀的表现 玄冰一脸斩获了MBC演技大赏男子人气奖 最优秀男演员奖 最佳迎评情侣奖成为三连冠 这部电视剧也成为了玄冰的成名作 并让他的人气推向了高峰 23岁时 玄冰瞬间成为了嘉义护晓的演员 在全亚洲掀起了第一波 玄冰综合争的热潮 随后玄冰尝试转型 《雪之女王》中 他化成了贫穷的拳击手 韩太熊 他们生活的世界中 饰演电视剧编导政治舞 剧情片《我很幸福》中 他更是首次挑战扮演一名 患有精神病的角色 但可惜的是 虽然玄冰挑战了各色人物 可这几部作品的口碑 还是收拾都远不及 我叫金三顺 但玄冰真的就属于那种 不骄不躁 敢做敢当的演员 虽然这些作品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但玄冰还是一如既往默默拍戏 也因饰演各类角色的积累 玄冰的演技 肉眼可见的进步 终于2010年 玄冰凭借《秘密花园》 再次爆红全亚洲 人气口碑更胜从前 一切苦尽甘来 可能因为经历过人气低谷 所以更加清醒 玄冰在自己人气巅峰时期 选择了低调入伍 褪去华丽的包装 玄冰做回了自己 在训练中 他收获了更加坚韧严谨的性格 退伍后的玄冰 更是不断挑战自己的上限 海德折吉尔与我 首次尝试一人分尸两角 演技可圈可跌 动作片共注中 化身身手敏捷 行动力和判断力固忍的林哲利 采访时 玄冰云淡风轻地说 自己只是为了这个角色 做了一点努力 但事实上 为了这一角色 他足足准备了半年时间 甚至包括俄罗斯高阶 军用武术西斯特马 片中他不用替身 亲自上针跌打滚炮 胜任了各种高难度打斗戏 开拍前 还正门学习了朝鲜方言 通过该片 他成功转型影目硬汉 转型成功的他 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协商中 玄冰首次挑战了反派 他饰演的敏太久 是个一争一邪的孤胆枭雄 但让玄冰成功翻红的 还是这部爱的迫将 玄冰与孙一珍墙前连手 首诗里屡次刷新 TVN记录 玄冰也在当事业高峰 而这样的玄冰 更是圈内的隐形富豪 韩国谈话节目 听见传闻提及玄冰 曾因储蓄有功 获得总统表彰 玄冰在投资方也是颇有眼光 2013年的时候 他以48亿的价格 在清潭洞卖下一座楼 现在的市价已经超过100亿了 保守估计玄冰不动产 加上存款 至少高达135亿韩元 玄冰出道18年 却依然长红 正是因为他的不焦不燥 愿意为了角色 努力地打磨自己 所以身处巅峰 却依旧谦逊 如今男神玄冰也即将升级当霸 也是让很多粉丝 纷纷为其开心 最后也祝福玄冰与孙玉珍 越来越幸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